先帮同修问一下 他说 有一次台长帮他提起到 他说的那个 就是他家的 讲话是能想一点 OK 就是那个气场很暗的话 那就是你感觉他家房子很暗 是说他那个气场很暗吗 房子很暗就是气场不好 对 这个同修他也是说 他说是那个台长在白话符法里 说到鬼又五通了 那个就是他说 他自己存一些小房子 好像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有人给他脱梦来 要他的小房子 可以 他存一些小房子的话 最好呢 包包好 把红的纸包包好 因为红的是割开的 你看红灯不就是让你停掉吗 听得懂吗 不让人家停 一直都放在那个红信封里面 放在红信封应该问题不大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次节目 讲给你听啊 一张红信封不要超过五十张 超过五十张之后 这个红纸就割不住了 五十张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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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